就在前一阵子波比的游戏时间第二站出了 我本来是打算买一个玩的 但是我不敢玩 有一次我在洗澡的时候想着要不待会买一个玩玩看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了 波比的游戏时间第二站会不会有山寨版 我知道才刚刚出不久 但是我不禁好奇我们手游市场的强大 会不会已经有山寨版了呢 你猜怎么着 还真有 而且好几款呢 我本来是推了五款 但是有一款它要立款重复了 所以就变成了四款 那我这边也废话不多说 赶紧来玩玩看吧 第一款 波比的游戏时间二 可以 非常嚣张 名字都不带改的 这个游戏简介也是改都不带改的 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截图了 这个截图反复就是在告诉你 这游戏绝对不是你想玩的那个 卧槽 这就是游戏的主菜单了吗 真的假的 真的是在突破我所有盗版三代游戏主菜单的下限 它甚至连着盗版网图的背景都不会贴个上来 哦 这广告倒是弹得挺勤快的 先插掉吧 诶 你弹了 OK 这就是游戏画面了吗 居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简陋 看起来还不错啊 这两个手的部分也挺还原的 至少看得出来是两个机械飞爪 我的第一个任务是靠近这个羽毛球 或者擎天娃娃啥的 诶 怎么这傻啊 你开了我的箱子 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 怎么这广告又开始弹了 诶 诶 这游戏还挺用心的嘛 居然还原了伸手开门的设定 如果不弹得该死的广告就更好了 OK 这还有心可以吃 收集生命 在被遗弃的连队中生存 他瞄了这游戏难道是老外做的吗 这阶子怎么感觉是地方啊 好接下来我要解开这个谜题 看了一会儿好像对准这个指针就好了 解开了 捡起熊来开门 哇 连玩具开门这个设定也还原了吗 属实是山寨中的良心山寨啊 诶 怎么回事 我的画面怎么跟吃毒圈一样 诶 怎么虚空女环来了 这个时候就别弹广告了 我该怎么跑啊 他就堵在这里了 我怎么办啊 我不跟你们开玩笑 我居然被一个山寨的虚空女环给吓到了 他们要知道是不是有bug 不是离我提远的吗 怎么就跳脸了 OK复活了赶紧走 开门 开门啊 快点啊 密码 我怎么知道密码多少 哦 找到墙上的密码 这里的解谜比较简单 就是每个墙上的密码都对应的下一扇门 每个门打开都有一串密码 下一个密码就更简单了 就是找五个玩具 不过这玩具都给你标记好 你只需要能走过去就可以了 唯一麻烦的一点就是这个舞蹈弹广告弹得我很烦 而且你如果手稍微抖了一下 马上就可以下一台广告了 好开门 诶 赶紧跑 这个画面一变我就知道虚枯女皇在后面了 卧槽别 你别这个时候恶心我啊 我去我都不敢回头看 我就怕又出bug他直接跳脸了 哇塞 这里摆放着一堆复制粘贴的人头 这是什么人体实验室嘛 所以我们已经探索到玩具工厂内部了嘛 好 我们拿到了我也不知道是开拿上门的钥匙 这里叫我逃离死亡法师 啥情况啊 已经不是波比的游戏时间了嘛 已经变成法师城堡大冒险了是吧 先不管那么多咱们先跑吧 卧槽这直接就是一个沙包就下来了 吓我一跳 我本来想用手去揍这个娃娃了 但是发现揍不了 开门吧 后面的谜题也非常简单 就是用手开开灯就好了 开完那这虚枯女皇就立刻出来追我 一路快跑就跑到了终点 这娃娃在房间里面等我 我刚刚进房间就是无脑跳脸了 一个不知道是依上还是啥的 一拳就把我干翻了 游戏就结束了 怎么说呢 整体下来如果没有乱七八糟的广告的话 在盗版山寨游戏里面还算不错呢其实 真的是山寨不可冒险啊 下一款游戏是恐怖玩具工厂 哇塞 玩具工厂熊孩子波比的游戏时间 你的邻居是一个疯狂的蓝色波比 等一下 这玩意是波比的游戏时间盗版了 别点进去之后是他们的英雄联盟波比 哇 这主菜单做的比上一款游戏要好多了 还有模有样的 哟喝 这游戏还支持各国语言啊 OK 这好像就是个摆设 我点了日语这开始还是中文啊 这还有成就的 是不是有多结局啊 感觉挺好玩的 OK 我不该首见点日语的 现在我看不懂了 而且我怎么调都调不回去 算了 进入游戏吧 等一下 这个场景是不是有点眼熟啊 这不是那个什么恐怖奶奶吗 这玩意儿 我去直接合一块了 哇 我还能躲衣柜 我一看能躲衣柜我就有点怕了 好 从柜子里找到出去的钥匙 咱们先出去看一下外面是什么情况 诶 这怎么出不去啊 我调整一下角度再出去 反正这个游戏也就是恐怖奶奶 换成亨迹无敌 没什么新鲜的啊 咱们还是玩下一款游戏吧 下一款游戏是这个 我是超级英雄之Bobby的游戏之间 哇 这游戏牛了 你将与上百名玩家一起参与游戏 直接一百人围殴残腿妈妈 零人购玩具工厂是吧 啊 什么情况 这不是传说中的鱿鱼游戏吗 你甚至都不愿意把前面的小女孩 换成Bobby 我们这也不像横机乌机 看下像是天悦宝肚子抠下来 贴在背上的人形哆啦A梦 还有我这跑步姿势怎么跟傻裤单一样啊 说着说着咱们就过了第一关木头儿了 我记得游戏游戏第二关是啥来着 好像是抠谈吧 OK你他妈的也太偷懒了吧 外面挂着Bobby的游戏之间 里面是游戏游戏就算了 你甚至都不会把游戏游戏的第二关给做出来 只有123木头儿画个场景是吧 赶紧爬吧下一款 我去这款的图标我数着是有点看不懂的 这主角是想干嘛 怎么是追着惨腿妈妈跑的 逃离波比空间之惨腿妈妈的游戏时间 下面的游戏简介没啥好说的 直接进游戏吧 主题单也是今年的网图后面贴 免费按钮前面换 开始游戏 额头好痛 怎么还有剧情啊 哇还有新的教程吗 我去这游戏有点孩儿啊 这款怎么做的好像挺好的感觉 我有点怕了 这有安全模式我可以开吗 启用安全模式蓝色的大聪明会被吓跑 OK看我视频就行了对吧 嗯 我怎么点不了按钮啊 我操你逗我 这广告加载不出来 我看不了视频 所以开不了安全模式 他们要的我不需要看广告的时候 你一直跳出来 我需要的时候你反而不能看是吧 行吧直接玩吧 背下就背下吧 先跟着脚印走 哇还有通风广道可以装啊 好慢慢爬到第一个房间 赶紧把门关了 我去全是哼急无急的话 这房间我探索了一下 就那个美术雕像可以互动 但是我缺了什么关键信息 应该是要先去别的房间先 OK我来到那个好像是个教室的地方 玩具客坛是吧 哦我在教室桌上发现了个摇杆 那反正我好像能一口气拿好多东西 先拿上吧 我去这地图好大 制作要不要这么精良 在这个房间里面 我发现了很多翠翠沙都被绑架了 这不行我必须要拯救他们 好先拿刚刚的摇杆把电杂修好 这个门就不饭店了 咱们就可以开门了 卧槽 哦残腿妈妈太含儿了 残腿妈妈直接化身吉林 跑南过来追我了 赶紧躲进通风管道里面 看他这个鸟样估计是不会装管道的 OK他好像没有追过来 诶他这是设置了什么自动导航嘛 自动导最近的路过来追我 你把都要隔墙抓我了 他这是卡住了嘛 那我要怎么往前走呢 诶这残腿妈妈的质感跟气球似的 追我的速度其实也不算很快吧 好像是怕追到我一样 步伐卖的这么大 跑的倒是慢吞吞的 先躲进衣柜吧 估计等会他就不见了 OK他应该不见了吧 不会又堵在门那里不亮过去吧 OK你们猜猜怎么着 残腿妈妈直接卡门上了 这么看好像他跟个蚂蚁 长得很长的手似的 既然他卡住了咱们就先过去吧 好我们在厕所捡到了撬管 这玩意可以让我们把 挡住二楼的木板给拆了 只不过我不知道我是有什么拿的撬管 我希望残腿妈妈看到我这样拿撬管 不会性情大发冲过来把我抓进乙巢 OK他好像不是很在乎 咱们先去二楼吧 OK这二楼怎么有点阴生啊 哦对了 刚刚开始游戏的时候 我有看安全模式是说 开了会吓走亨吉乌吉 不会他们要的一楼是残腿妈妈 二楼是亨吉乌吉吧 二楼有个音乐盒 又是缺个零件才能开 去后面的房间找找吧 诶什么情况怎么上红关了 没人追我 人家说这门后面有关 没啊 不过在地板上有个大洞 应该是叫我跳进去吧 他说这个红红的俄罗斯方块是什么东西啊 就摆着 不管了先进那个洞吧 哦这还有楼梯可以爬 我确实是没想到的 在这个下面 我找到了最早的那个雕像里面 好像有东西的线索 我现在应该可以去一楼 把雕像里的东西给拿走呢 嗯 他们要的这亨吉乌吉就残着俄罗斯方块里面啊 我刚才还直接贴在脸上走过去了呢 他怎么还没把我吃啊 算了算了赶紧走吧 可能他睡觉呢 OK到了一楼把雕像里的音乐盒发条拿上 去二楼打开音乐盒 诶这长腿妈妈怎么来了 我以为他格纳卡一辈子呢 我去这怎么办 这怪的AI还挺聪明的 我往左走他就马上回头 我往右走他就继续追 我不动他也不动 好他又卡住了咱们去二楼吧 打开这个音乐盒边走边放音乐 我估计是要召唤亨吉乌吉了 诶我的乐盒怎么就掉地上了 不会亨吉乌吉要跑出来了吧 那我这门也打不开啊我许是 诶我听这房间也啥事没发生啊 什么情况啊 你知道吗我卡关了 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去干嘛 我把所有能探的房间都探了 就是不知道该干嘛 屏幕上的下一步就是摆着点不动 然后提子这玩意需要看广告权的提示 但问题是广告根本看不了 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在这个游戏里面转转悠悠玩的头云 我上次云山地还是他没了小熊玩CF那伙 吐的半死 这游戏我也快玩吐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玩玩吧 我是玩不下去了 最后让我们看看残腿妈妈的跳踏是什么样的 OK没有跳杀 残腿妈妈一巴掌把我的银打开线了 今天咱们玩了四款盗版三代波比的游戏之间 第一款玩的是最流畅的 第二款是最哈儿的 第三款是最垃圾的 第四款是最良性的 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这边的球队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给赞和点关注 我还仔细更新更多搞笑的视频 那就这样吧 我是李虎 我们下期见